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向摩西的人 参考经文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们一直在谈论 摩西带领以色列民 离开埃及为牛之地前的装备 也同时看到 耶稣如何预备自己 带领神的子民 脱离罪的捆绑 今天我们来看 另一个人 看他是怎样学习 生命的功课 这人就是亚伯兰 神用不寻常的方法 来教导亚伯兰 呼召亚伯兰 离开熟悉的事物和环境 在后面的几张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神 打发亚伯兰到埃及 在那里 他的信心受到考验 后来神开亚伯兰的眼目 让他看见 应许之地的全景 神应许 当时膝下 人无儿女的亚伯兰 将会有 数之不尽的后代 而在 最富戏剧性的试炼当中 神竟然吩咐亚伯兰 把他唯一的儿子 以撒献上做祭物 然而 当亚伯兰正准备听命去行的时候 神制止了 亚伯兰蒙神教导 成为亚伯拉罕 意思就是 多国之父 他的后裔 其中一族 以色列 将会蒙神拣选 成就神 对这个世界的应许 亚伯兰是 经得起考验的先祖 他从神那里 学到的功课 将世世代代 在他的后裔中被传扬 今天 亚伯拉罕被称为 一切 信耶稣之人的父 而你 又是否在聆听神 在你生命中的护照呢 我们一起祷告 主 倘若你要打发我 离开一切熟悉的事物 好能专注于你 我愿意顺服 倘若你要我在安逸中 发挥创造力 我也愿意服从 无论你安排我到哪儿 都帮助我去聆听和服从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